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探究竟 六脉神剑名为剑法 实质并非剑法 却与剑法类似 是指还与指尖的内力隔空激发出去的 是其极高速在空中运动的一门剑气技术 六脉神剑这门武功能够将内力化为无比锋利的剑气 而且还是隐形剑气 六脉神剑的功效如同星球大战中的机关武器一般 能劈 能砍 能刺 能削 最强的还是能够发射 犹如热武器一般 六脉神剑简直就是一门静可攻 退可守的挂鼻武功 最强的六脉神剑的每一式剑法 所打出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少商剑 剑力凶猛 镜头浑厚 施展起来犹如波涛巨浪一般 来势汹汹 这个特点很像杨过使用的玄铁重剑 商阳剑 灵巧多变 如风如骤 施展起来犹如漫天剑雨洒落大地一般直破天惊 而这个特点则是像很多清零剑法 比如月女剑 观冲剑 招式古朴 大凡若剑 大智若愚 以智朴取胜 像极了太极的原理 少冲剑 疾风如雷 青如羽毛 以快之胜 以清零制敌 原来杀人于无形的这句话来源于六脉神剑 少则剑 时影时现 忽来忽去无法琢磨 变化之间 犹如满天星斗一般 玄机精妙 简直就是晴时明月中的寒光剑 中冲剑 大开大合 动如秋风扫落叶般 气势豪迈 静如高山溪水般 涓涓细流 学会了六脉神剑 就等于拥有了六把用途不同神兵宝剑 什么屠龙刀 以天剑通通不是对手 因为使用者的内力越高 六脉神剑的威力就会越大 试想一下在一场战场上随意切换武器是种什么感觉 试想一下每一种武器都能开发出相应的大招是什么感觉 试想一下使用六柄透明的神剑是什么感觉 这种感觉在整个武侠中都是没有的 《天龙八卜》中明确地描述过每招剑气的长度 整整一丈 三米长 也就是说当敌人在三米之外时 段宇就可以催动无影无形的剑气实时斩杀 这种攻击距离远胜于降龙十八掌和其他武功 但如果要学会这门武功也不容易 最起码需要一门基础武功 那就是一阳指 六脉神剑是一阳指的进阶武功 一阳指已经是大理段室世代相传的武林绝学 十分厉害 六脉神剑则更加厉害 大理国天龙寺枯荣大师说 有了一阳指基础才可以练习六脉神剑 说明六脉神剑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练习的 它是最高深的武功招式 六脉神剑为什么需要一阳指为基础 一是因为六脉神剑的运气方法 与一阳指有共通之处 二是因为大理国学会了一阳指者 都是内力高深的人 而练习六脉神剑必须具有深厚的内力 一灯大师的弟子朱子柳练习了一阳指 但他的一阳指功夫明显不如段正纯 段正纯又明显不如段正明 朱子柳虽然练习了一阳指 但他并不是武林一流高手 就是因为他的内力不强 段正纯的一阳指很是厉害 但不能隔空点穴 段正明内力雄强 到了隔空点穴的地步 所以天龙寺内 抵御揪魔智 他片刻之间就学会六脉神剑一路剑法 这说明六脉神剑 关键是要有深厚内力 不像一阳指那样 只要懂得练习方法就能练习 一阳指练到高深之时 可以隔空止笛 隔空点穴 厉害非凡 六脉神剑比一阳指更加厉害 一阳指是名震天下的武功招式 六脉神剑拥有过之 需要说明的是 天龙寺高僧说六脉神剑 是一阳指的进阶武功 是因为天龙寺内 以及大理皇家武功高手都会一阳指 但并练不了六脉神剑 他们的意思是 只有具有高深内功 练习阳指毫不费力的人 才能练习六脉神剑 并不是说 一定要先练习阳指 后才能练习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极其厉害 厉害在它可以无形剑气 六指齐出 而无需六脉一剑 一剑的交替发出剑气 吐蕃国师救魔智 进犯大理天龙寺 意图抢夺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是天龙寺正四之宝 但和四僧众 却无人练习 连骷龙大师 也没有练习六脉神剑 原因是 天龙寺包括武功 最强的骷龙大师在内 内力都不足以练习六脉神剑 既然骷龙大师 也无法练习六脉神剑 为什么段正明 刚到天龙寺 就学会了一路剑法呢 因为六脉神剑 是六脉剑气其出 而仅仅练习六脉神剑中的 一路剑法 不叫六脉神剑 要真正练成六脉神剑 必须具有像段玉一样 极其深厚的内力 天龙寺为了抵御旧魔智 但无人是旧魔智对手 凭借一阳指 无法打败旧魔智 骷龙大师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用六个练习过 一阳指的高僧 每人练习六脉神剑的一路剑法 成为六脉剑阵 但在实战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这种六脉剑阵并不厉害 因为这种方法 等于是六个练习一阳指的人 围攻旧魔智 而他根本就不是六脉神剑 而当段玉在骷龙大师旁边 练拳了六脉神剑以后 见到伯父段正名威胁 情急之下 六指其出 无迹可寻 揪魔智打惊之下 差点被段玉所杀 可见 六脉神剑无心剑气 六指其出 比一阳指 比揪魔智的火焰刀厉害得多 揪魔智的火焰刀 是可以纵红天下的 除非像少林扫地僧那样 具有不可估量的内力外 几乎天下无敌 但他依然不是六脉神剑的对手 六脉神剑的厉害就可见一般了 六脉神剑的厉害 不仅仅是无心剑气 六指其出 不是六指剑气的简单相加 练成了完整的六脉神剑 交互为用 互为补充 首尾贯通 魅力是剑气从六指中 轮流发出或六指其发的数倍 红七公交给郭靖 祥龙十八掌 开始只交了十五掌 很久之后才传授给郭靖 后面的三掌 红七公亲口说 祥龙十八掌 练成了完整的掌法 笔之以前不只是多了三掌 而是首尾贯通 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威力 与锦惠十三掌 不可同日而语 六脉神剑也是这样 不是六种剑气的简单相加 天龙寺的六大高手 一人练习六脉中的一脉 无论练到如何出神入化 也不会具有六脉神剑的威力 误打误撞 练成了六脉神剑时的断玉 完全不会使用 不懂得交互为用的方法 在对付慕容妇时 萧峰看出其中奥妙 指点断玉不如一次使用 一种剑法厉害 断玉就是六种执法 轮流使用打败慕容妇的 那是因为断玉 根本就不明白 六脉神剑的厉害之处 说白了 断玉也根本不想练习任何武功 包括六脉神剑 玄谷大师把六脉神剑 与翼金金并列 说得不错 翼金金可以说是 天下最高内功密集 六脉神剑可以说是 天下最厉害的 隔空置敌的武功招式 用现代武器来比喻 六脉神剑等于是 六支机关枪组成的 而又可以重新组合的 灵活多变的火力王 它的厉害可想而知 慕容薄荷玄谷 在品评天下武学时 推崇六脉神剑 都不为过 因为六脉神剑 着实厉害 当然了 最限制六脉神剑的 就是内力要求 天龙八部中的武功绝学 大致如下 丐帮降龙十八掌 使用者萧峰 逍遥派北明神宫 使用者虚竹断玉等 孤苏慕容 斗转心仪 使用者慕容家父子 大理断世 六脉神剑 使用者断玉 少林七十二绝技 使用者达摩祖师 扫地僧等 上述几门武功 除了六脉神剑之外 都不需要过高的内力门槛 红七宫 传授给郭靖降龙时 郭靖的内力修为 还不如杨康 但依然可以学习 北明神宫是断玉在 小白时期 机缘巧合下学会的 所以也不需要过强的内力 斗转心仪 是一套破解天下武学的武功 有特殊的心法和练习套路 使用者的经验值越高 打出的效果就越好 对内力要求也不高 毕竟 慕容复在内力 不如肖峰的情况下 化解过降龙的招式 练习少林四七十二绝技 只需要一样一样的学习 熬的时间越久 学习的绝技就越多 所以也和内力没有太大关系 唯有六脉神剑 是必须拥有无比强大的内力 作为前提才能练成的 也就是说 使用六脉神剑的门槛极高 这么说有何根据呢 断玉在天龙寺 学习六脉神剑的心法之后 并不能灵巧地使用 六脉神剑的招数 直到断玉在机缘巧合下 学习了北明神功 当断玉吸收了 吴亮山七名弟子 崔百全 钟万筹 月老三 黄梅道长 断延庆 叶二娘 云忠贺 断正纯和 冰王揪魔智的内力之后 才达到了能将六脉神剑 运用自如的地步 以至于断正纯 断正明学了一辈子 也只能触碰一阳指的边缘 而天龙寺四大高僧 一刻不能停地学了几十年 才达到每人 仅仅精通一剑的程度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上百年的内力 想练拳六脉神剑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可惜 练习六脉神剑的门槛太高 自断玉之后 断氏家族 再无内力能达到 近百年修为的人 最终 六脉神剑成为绝想 消失在武侠世界之中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